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代凤华人的年饭讲究简单的食材加上细致的调味 传统菜肴有了健康的理念 每逢过年凤华市西口镇三十村的孙邦邦一家 都要精心准备到传统年饭自喜烤丝 制作自喜烤丝的食材包括去皮的花生、木耳、当地的冬笋和面筋 今年孙邦邦家的自喜烤丝有了新做法 除了准备传统的四项食材之外 更是准备了蘑菇等食材 制作新式的四项烤丝 这个不是加在四项烤丝里的 不再加在四项烤丝里的 这就熬汤了 就是一、二、三、三样 三样来调这个味儿吧 有这个鸡菇当地的冬笋 然后这个是什么菇 这个海西菇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小蘑菇 以前不是这么做的 以前不是这么做的 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现在呢因为要加进营养了 只要加进营养 要更加健康嘛 所以用那个垃圾的一瓶带子调料 带子调一瓶 调一瓶 这样子 好 加过滤一下 把那个汤泥 就倒在那个 那个烤丝里 不放微净了 就要调味来 那你蘑菇是也能吃的啊 也是食材啊 你把那蘑菇一块儿倒进去 不用过滤不是一样的吗 因为它那个四项烤丝 只能你就用四种原料 蘑菇呢 只要是用来掉汤 把那个气味掉出来以后 把那个汤泥放在里面吃 这才是四须 四须也就是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 取个好彩 好彩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走遍中国 今天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 是美食评论家董克平先生 和凤化市景平厨师培训学校的校长 乌惠明先生 欢迎二位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美食短片 那我想先问一下 乌校长 您是本地人 像刚才那个菜 好像他用蘑菇糖 在代替味精的作用 是吗 这是一种创新的做法吗 原先这个四鞋烤腹 我们调味了 是传统的 一般都是 这个用味精给它调味 现在不是人人都想 这个健康 春菇里边 它主要就还有这个 按基酸就能代替这个味精的卸味 其实就是一种做高汤的形式是吗 对 我觉得中国菜 比如有荤菜 有素菜 尤其是那种思练菜的那种净素 它们那个调仙的话 基本是用蘑菇跟黄豆芽 还有黄豆芽也可以 这是素菜 荤菜呢 就是说以前呢 就是说没有味精 因为味精是1908年 才发明的 那在这之前 没有味精之前呢 我们的先生们 怎么调仙呢 就是有一些海鲜 海肠子什么的 不用了 他给它晾干了 磨成粉 到时候在炒菜的时候 就把这种海肠粉放进去 那就是一种特别鲜的东西 因为它产生了 都像刚才那个 沃先生说的 有氨基酸 而且呢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 骨氨酸钠 就这些东西 经过烹制和加工以后 产生的那种味道 也能产生出 果氨酸钠的 所以它就有 无限的鲜味 对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 这个提鲜的一种做法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素菜当中提鲜 一般都是用这个 菌类 菌菇跟黄豆芽 黄豆芽 其实我知道 好像这个四锡烤芙 它也算是一道素菜 是不是 对 它原先呢 它这个四锡烤芙呢 它的鲜 是鲜维的鲜 那么凤化呢 它是这个 有个弥勒芙嘛 弥勒芙呢 叫右倾 这个欢喜芙 欢喜芙 那么未来在那 喜气嘛 所以把这个四锡烤芙了 改进了四锡烤芙 一销四锡 对 那董先生 您作为美食评论家 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 弥勒芙的俗间的 化成是布袋和尚 它呢 圆祭在凤化 它呢 那种 那种 就是特别喜性的一个样子 老百姓都喜欢 而且呢 它又有宋子 这个含义在内 摸摸它的那个大肚皮呢 欢欢喜喜过青年 所以呢 都是比较欣赏 或喜欢这个布袋和尚的 这个四锡烤芙呢 跟这种米达芙 连一起呢 就是特别好的一个 有吉祥兆头的过年菜 而且还把本地文化和饮食 都结合过来了 对 米达芙画 融合在这个 其实今天呢 我们这一期节目 也是要把凤化的四道美食 一一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就接着往下看 酱烤猪头 是凤化人的传统菜样 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 焦黄的食材经过糖炒 令人胃口大开 因此 酱烤猪头 也就成为了凤化年饭中的主要菜品 这道菜的吃法 讲究细水长流 丝拔得越长 日子就过得越红火 拔子拔得这么长 相信很多人都是头一次见到 吕之明厨师用了一种特别的制作方法 让这种酱烤猪头老味新吃 这叫咸光饼 对的 奇迹光的光 所以咸光饼呢 跟奇迹光是有关系的 这个咸光饼呢 据说是奇迹光时代传下来的 那么你看中间有个影 实际上呢 行军打仗的时候 几个饼就被穿上 带在身上 就很方便当做干粮 所以呢 这个咸光饼呢 历史很悠久 菜名虽然叫做酱烤猪头 但实际上猪头肉只是辅料 这种咸光饼才是主料 烹饪过程中加入特制的糖料 传统的酱烤猪头 吃起来更加重了细水长流的意味 这吃饭的话直接夹着去 夹着来 这能夹 还能再长吗 还能再长 这得有一米了是吧 其实这个我看不止一米了 挺长的 这道菜我觉得名字特别抓人 它叫酱烤猪头 但是吃起来好像就是拔丝咸光饼 是不是 这个酱烤猪头呢 它是分化了一条名菜 那么原先它这个名字呢 也不是叫酱烤猪头 是奖励的酱 酱烤的酱 酱烤猪头 是这种 那么说许这个酱烤猪头啊 它还有个故事在里面 它是要奖励谁 对 它还有个故事在里面 我们分化沿海代了 常有欧口的抢掠 那么七七光 这个带领这个七家军啊 就是抗击欧口 那么打了个大胜仗 方法当地的个百姓啊 把猪头鹿切成片 用糖呢熬进了糖尖 把猪头鹿呢 捏在这个光柄的下面 去军营啊 去靠劳这个架子 那么七家军一看 以为都是光柄嘛 那就收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 倒是很巧妙 但是你看哈 董老师 他后来做的这个办法 就把那个肉去掉了 其实这个做拔丝这道菜 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技法了 卤菜里面比较多 但是北方基本上是做甜食 什么拔丝山药 拔丝苹果 拔丝土豆 就是拔丝这种东西 刚才这个拔丝 确实这个技术很棒很棒了 应该拔得很高 北京以前这么一个故事 说这拔丝技术高到什么地步 说马上上菜要拔丝了 旁边门口 那个摩托车 长江750发动着 沾上快的 拔丝摩托车开动 绕两公里之后 那丝还没断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一个是记忆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那个糖 一定要熬得好 炒得 才又能把这个丝 拔得越来越长 那吴下长 像这个丝 为什么能够拔得那么长 老的传统做法 就是一个水跟糖 融合在一起 就是熬 那么我们想了以后呢 就把它改良了 改良 就是末尔西煮好以后 这个水跟糖 融合在一起 那么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丝 你刚才看了 主持人熬 这丝长不长 很长 绵长 很长很长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尝试去不去亏 你冷了也不几块 就是冷了 拔也不会断 不会断 不会再冷拔也行 这一个呢 它末尔 大家过去都知道 它是植物的营养品 它这个水里边 放到这个瓜饼里边去 就是增加了菜药的营养 有这么值 这种做法 董先生以前也见过吗 这种感觉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而且很细心 换句话说 如果这种做法 接近到您刚才说的 那位大厨身上的话 是不是能够围着三环四环 跑好几圈 至少三环绕半圈 但是我话说回来 我觉得可能南北方做菜 真的差别还挺大的 比如说他们会把咸甜 都放在一起 你看我们吃粽子的时候 都觉得北方就是吃枣粽 或者豆沙 这种甜粽 但是就在浙江 我们会吃到很多的肉粽 对 这是南北方人口味的不同 对可好吃 我觉得一个是南方人生活的比较精致 再一个来讲 物产的要比北方丰富一些 北方相对来讲简单了一点 是吧 所以在吃的方面上 就是江南一带远远要比北方丰富的多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凤化是一个沿海的城市 但是目前两道菜 没有看到海边的关系 接下来这一道就有关了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中国人过年少不了打年糕 特别是在凤化 打年糕意味着年观相致 雪白的年糕团在手上 丰收的喜悦乐在心里 如今 凤化年糕加入了绿色食品海苔做辅料 传统年味有了新时尚 对 这就是海苔 这就是 这跟头发丝一样的是吧 这个海苔就是海藻一类的 它是很丰富的维方素 渔民用它当做粮食 做了很多菜肴 这个海苔都是这个季节来收吗 冬天的时候收 都在冬天收 冬天的时候还有粗了 刚好冬天也是过年的时候 对对对 过年的时候这个海苔最好吃 凤化市附近的海边环境良好 捞起的海苔可以直接食用 老味新吃的菜肴 五台年糕 就是用这样的海苔 经过晒干 烘焙 加工而成 凤化市仅凭厨师职业学校的 乌惠明说 五台年糕这道菜 是凤化年饭中寓意最丰富的菜肴之一 哦 这样子我们这个寓意呢就是说 一层台 一层高 台高台高越来越高 一层台 一层高 台高台高嘛 满满了就是富贵满堂 富贵满堂 对对对对 这道菜还是看着挺赏心悦目的 尤其是颜色上红的绿的黄的都有了 我看刚才乌校长也在做这道菜 这是平时家里头也会做这道菜吗 高台那个菜呢 它叫舞台年糕 是经历来这个 呃 凤化的创新的名顶 创新的名顶 这个舞台是什么意思 五层吗 哎 五层 五层 哦 哎 说起来呢 跟凤化的贾介石先生呢 还有的故事在里面 哎 民国时机呢 这个凤化同照余称啊 有一部人家 呃 他是五代同堂 那么这个尼龄最高的一位呢 呃 他到一百零二岁 那在当时啊 那是一句了不得的事 对 蒋公呢 知道了这句事以后呢 他就写了一个五世同堂 五代年糕呢 这段也是根据这个故事 他把它摆进了五层 那这个菜是渔民发明的吗 这个菜啊 是渔称啊 根据这个故事创造了这个菜 嗯 其实这可能就是海边 它独特的一种资源啊 对 我觉得利用台菜 加入年糕里面是这个 就这凤化这个地方 一个独特的地方 但是对于年糕来讲是 全国各地都有 嗯 从云南那种耳块 嗯 到朝鲜族的打糕 到北方的各种各样的年糕 就年糕很多种 但是这个南方的年糕 尤其凤化这一片 基本上是糯米粉跟精米粉一起做的 嗯 但是呢 像到北方的就有黄米的 年糕亮米的 还有其他颜色的 嗯 但是北方吃年糕一般是吃甜的 对 蒸炸 对 就就这样 嗯 但是到南方呢 它这个年糕呢 它不仅仅是一种主食或点心 它还可以做成菜 像五台年糕算一种 嗯 还有一种炒年糕 煮年糕 加点辣肉 加点青菜 一起炒 也很好吃 这是南北方的饮食上的一种差异 但是其实说到它这个年糕的时候 我还是挺怀念 从小到大吃的那个黄米的年糕 南北方都吃黄米 黄米糕 黄米年糕 而且黄米糕凉着热的吃都好吃 都很好吃 那像董先生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道 这个黄米年糕的独特的做法 现在是冬天 对吧 就是那就铺上一层那个 特别好的金丝小枣 给它铺上一层 我这蒸熟的切块吃 就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对吧 如果再可以的话 摆上一些那种 那个国谱 花花绿绿的做成图案的话 也非常漂亮 而且如果你觉得不觉得甜 我不建议蘸糖了 可以蘸一点蜂蜜吃 这样的话 在甜度上也有了 但是在营养健康上也比较好 冬天也可以润造 对 而且这个过年的时候吃年糕 育育好啊 年年糕啊 而且你看它 这是因为一个102岁的人锐 对对对 人锐发明的 就是由他来产生的一个故事 来发明的这条菜 那就是年事高年年高 越活 年龄越高 长寿 长寿嘛 对 越活越长寿嘛 其实我们今天介绍这些菜呢 不仅是要讨一个好彩头 也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些做法 或许过年在家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试一试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三道菜里头 可能没有明确的看到肉味 但是接下来这一道就跟海鲜的黄鱼有关了 我们再来继续看 丰华的玉奶头远近闻名 丰华出产的黄鱼味道鲜美 将这两种名产组合在一起做出来的玉奶黄鱼夹心球 是丰华年饭中的菜肴 过年吃这道菜寓意着裁员滚滚 团团圆圆 厨师吕志明说 烹饪这道菜的关键在于控制油温 人员说这个菜是油炸的菜 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炸的菜不利益健康 这个是怎么看呢 油炸菜呢 其实呢高油温出来的油炸菜 会生气愉害的 一般呢如果油温控制的好 对生气还是可以 就是油温控制是关键 对对对 那这样子这个多少度油温是可以的 一八十度左右 那你怎么控制一百二十度呢 简单的办法 用穿打一下 太大的效果 教训我们看 好 这开始冒泡了 这小泡就上来了 小泡出来了 因为这个温度不高 所以说还是比率的 还需要代价温吗 稍微高一点 就是 这个就是可以了是吧 对这个就是可以了 这就是但是通还是有形状是吧 对对对对 通的形状 它的温度不是很高 所以说的形状还在 如果温度一高以后 马上就淹掉了 哦 这个加水溜的温度 这个状况是什么感觉看一下 这个气泡很大 气泡特别大 气泡非常大 它的温度特别高 马上就把它炸软掉了 炸软掉了 对 你看这个 你已经蔫了 看 这已经蔫了 这说明这个温度已经过了 对对对 过了咱们要求的温度了 做这个菜的话 温度就太高了 哦 哦 是这样 所以李叔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炸的食品呢 不是完全的说 利益健康还是不利益健康 关键的油温 油温合适了 对健康没有害羞 但油温高了 就健康就有害羞 特别是做这个菜 油温不能高 一高的话 容易破掉 还有几个 这个吃起来什么味道 外脆里嫩 外脆里嫩 啊 你瞎 芋头的嫩 里边的鱼的鲜 还有外边的面包渣的金黄 焦脆 合在一起了 味道 就是外酥里嫩 对的 外脆里嫩 非常好吃 其实这两个也是凤化的两个特产 是不是 对 这个凤化 十七凤化鱼那头 刚好还带着一个来 我听说凤化鱼头 你们看 真的挺大的 罗海胜骨 这么大 这么让你藏在这个台下边 这个有一斤多 不止 不止了 三斤多了 三斤多了 有一千五百克 对对对 那我挺有劲的 罗海胜骨嘛 很圆嘛 而且我觉得它形状长得也很好看 一般情况下 咱们看到的鱼头 好像都是细长的 小一些的 没方式的 是这样 就是大鱼头 比如说像广西的利浦 福建那边 还有汕头那边的鱼头 朝中那边 梅州那边 鱼头比较大 到了凤化也比较大 你如果过了长江 到了南东 如东那一带 就它叫玉乃载 所谓的载就是小的意思了 像这种大鱼头 长江以南 还是比较多的 那像他刚才说到 这个芋头 夹这个黄鱼 外面裹一层面包屑 要用低温油炸 这个说法有讲究吗 其实我觉得 好像吴校长没有说什么低温 就应该是合适的油温 太低温 窝油一搅一嘴油 那个第一 不好吃也炸不透 第二 一定是合适的油温 就让它一定是面包糠要金黄 因为呢要那个鱼泥要熟透 里边的那个鱼肉 黄鱼肉保持它的鲜嫩 但一定要熟 所以呢一定要控制一个适当的油温 谈到油的问题啊 中国菜呢 有一部分呢 是必须下油锅给它成熟的 那么现在许多人想法 他还是想怎么想的呢 下油锅的这个菜肴就不太健康 那是想法 有点谈油闭舍的那种味道 那我觉得呢 这个油 下油去炸这个菜肴呢 只要把这个油温给它控制好 这是很关键的 油温控制好了 它油里边的脂肪呢 没有风解 那人体还是可以吃的 必须要吃的 那人体它有脂肪要熟的嘛 必须脂肪还是要熟的 所以说从就这个菜肴而言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玉米跟王鱼加在一起 也是它出了一个奉化本包菜的本味在里边 就是吸血合一 那像这样的菜 是不是在自己家里做起来就会比较难 其实练练几次就不太难了 其实我现在更想是什么 建议大家呢 就是用橄榄油来炸东西 因为橄榄油的那个费点在240到280度 它有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样的话它的烟点比较高 就是由于到烟点过了以后 它那个脂肪和那个东西就分解了 会产生对人体不好的物质 但是我们一般呢 就是达不到这240到280 所以用橄榄油来炸呢 东西呢 就是不会产生这些让人担心的顾虑 所以今天呢 其实我们是听到了 凤化很多的美食的做法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吃出健康的同时 吃出心意来 同时呢 我们也是借这几道菜 它的吉祥寓意 这个过年嘛 免不了俗套 还是要把这个寓意也要送给大家 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都能够欢欢喜喜 团团圆圆 财源广进 细水流长 健康高寿 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两位嘉宾 谢谢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